下一位講師是Yuna 陳 那我們他講的議題是 Combinance Zero Downtown Level Migration 那主要是他先前是在 不是不是先前啦 現在啦 現在在AMIS這邊 擔任的是那個Backend Engineer 那我們歡迎他來替我們做一些分享 他現在既有的一些經驗 但是等一下喔 這個沒吧 有嗎 等一下喔 我們如果剛剛如果對 因為看今天的議程 我們就有兩個是Operator的一些相關議題 所以Operator這個 這個大家還是要花點時間稍微研究一下 因為他這個東西 他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他是廠商要負責把Operator寫出來的 然後User就負責把Operator用好就好 但Operator他有一些小小的問題 小小的一些挑戰 所謂挑戰就是 鏡像對不對 好 那就 好 大家好 我是來自就是Mycoin集團 MIS的Backend 然後我叫Wuna 那我今天要講的主題主要是 剛剛還有介紹過的就是 Kubernetes的Zero Downtown Level Migration 對 那以下四個是我今天主要的Guideline 就大概會分成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介紹 LabelSelector在就是Kubernetes扮演的角色 大概是什麼 然後大概簡單定義一下就是Zero Downtown的 就是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然後再來會介紹就是如何做Migration 最後會介紹一下就是關於Migration的時候要注意的幾個事項 對 那首先的話先幫大家複習一下就是LabelSelector的 就是在Kubernetes扮演的角色 那一般大家都知道就是怕是在Kubernetes 就是創建部署的最小的單位 就主要是放一些container 然後可以執行的程式 對 然後一般如果希望就是可以比較好管理升級 如果Railout或是一些Ripka的方式的話 通常是會透過就是Deployment來部署 對 然後基本上Deployment的話 其實有個地方叫做Spec Rule 然後它其實可以設定就是你要指定的Label 那那個Label就會透過就是它的Label創建對應的Ripka Set 跟對應的PAR 那一旦你有了就是PAR可以執行程式的部分以後 你需要有一個東西去管理這些PAR 就讓流量導過去 那通常是靠就是Ingress Rule 那Ingress Rule的話 基本上就是可以把外面的服務指定host name跟PAS 那透過這個方式指定到對應的service name以後 service再導到就是對應的PAR 那基本上這樣整個flow就可以執行 就是執行整個程式的就是方式 對 那其實一般其實在複雜的程式系統的話 其實不會只有一個service跟一個deployment的話 基本上會有設多個的部分 對 那可能這樣講的話大家有點抽象 所以我決定就是直接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K8S設定的方式 那首先看一下deployment 基本上它會有個spec的select match label那邊 然後會定義就是你想要定義的label來創建PAR 然後這裡的話我們先以就是右上角的就是UIL導過來 我們要如何把這個流量導到我們想要執行的程式 那基本上就是第一個步驟就是先要把deployment部署好 因為這是執行程式的部分 然後透過我們自己的label假設它叫cubic gateway 對 那部署好deployment以後它就會產生lab cassette跟那個PAR 那產生之後的話剛剛有提到就是要透過service去導到就是指定的PAR的集合 那這個部分的話其實service基本上也有個config叫做selector 那這個地方就是指定你要導到哪個PAR集合 那基本上這邊的話因為它是要導到我們剛剛部署的那個PAR 所以基本上它的label也會跟剛剛的PAR設定的是一樣的 對 然後接下來以後這邊service導到PAR的流程 最後的話你要如何從最外部的hostname跟那些pass 知道你是怎麼進來這個service的話 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右邊就是我們會先定義hostname 比方說是walletqbapp然後pass的話就是剛剛看到的serviceapi 那最後的話就指到你想要的pagi的就是servicename 所以其實透過這整個flow的話基本上就可以把一個外部的request 就是很就是快速的直接導到指定的PAR 然後做相關對應的程式的處理 對 那基本上就是一般就是大家知道就是label跟select在k8s 通常會就是常用跟扮演的角色 好 然後目前到這邊的話應該沒有問題好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是講完就是label跟select在k8s扮演的角色 那我們就要來看一下就是k8s的官方針對就是labelupdate這件事情 它其實以前在app就是v1之前的version是有支援的 那它為什麼在v1之後把它拔掉了就是有一些原因 主要就是我們先回過頭來看就是在v1之前它可以更新 但它更新的話會有兩個主要的label 第一個label就是雖然就是它的就是select是可以做新增跟更新的 但是因為它在新增跟更新的同時就是這件事情是creating pod 跟就是舊的pod是同時存在的 那會造成一件事情是我create到了新的那是select到新的label 那變成是舊的label其實就沒有人select了 所以會造成一些遺孤 對 所以其實之後如果你更新的話 你還是必須要手動去處理這些遺孤 因為它其實不再被任何的deployment所select到 那第二點的話其實是關於select的移除 那其實移除的話就不會有遺孤的事情發生 因為它只是把label移掉 但移掉的話其實它針對 因為其實deployment會產生pod的template 那其實移掉這件事情是發生在deploy的template上面 並不是pod的template 所以其實回過頭來看 雖然你表面上你在deployment已經移掉了那個pod的label deployment的label 但實際上pod的label並沒有做移除 所以真正在pod上面它那個label還是存在的 就是你只是針對deployment的那件事情做移除而已 然後這就是主要是在appv1之前 如果你要更新label會產生的兩個雷 然後必須要就是使用者特別小心 對 那其實在appv1之後 k8x可能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就是把label這件事情的更新做 就是功能做移除 也就是說所有的label一旦被創建以後 它其實不能再被更改的 對 就是它是immutable的 如果你真的要更改它的話 你唯一的做法就是把舊的deployment刪除 然後創建新的deployment 然後才能達到你想要更新label這件事情 但其實這件事情又會有一個問題發生是 你一旦想要創建新的然後刪除舊的的話 你一定會造成down time 所以基本上這次的sharing就是 主要講就是告訴你 如果你真的要想要更新label 然後無法 就是可以做到down time的方式是什麼 對 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在介紹 zero downtime之前的話 因為就是k8x大家也知道 就是一般在維護運行的時候 其實component非常的複雜 那如何做到zero downtime 基本上我們先針對就是比較就是highlight 就是high level的方式去介紹它裡面大概會幾個component 那其實一般handle request的話 主要會有兩個大類的component 是service跟job 就是在處理一些request的部分 那service的話其實分成就是non-background跟background 所謂的non-background就是一般我們可以直接接受到user的request 那如果要做到zero downtime的話 基本上就是希望就是non-background的service是不會被interrupt的 這樣整件事情才是可以做到就是zero downtime 那其實在background service跟job的話 基本上可以depend on它們的屬性 有些background跟chromejob是可以短暫的就是被中斷 或是如果不行的話也會有另外一種方式處理 對 那另外的話就是最簡單的component就是one-timejob 所謂的one-timejob是可能你服務剛起來的時候 你會有一次性的job需要去做處理 那基本上這個的話其實就直接把舊的砍掉 換新的就好了 因為它其實upgrade的時候本來就是要創建一個新的job 對 好 然後剛剛有提到就是像針對染色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你直接就是更新它的就是那個config的 就是整個deploy你們的name跟label 然後直接把新的新增然後舊的刪除就好 那針對none-timejob的service的話 基本上就需要比較麻煩的處理 就是你必須要keep舊的 然後同時創造新的 然後再把舊的怕的流量導到新的怕上面 最後才把這些就是舊的怕刪除 就是這比較麻煩的部分 那綠色的部分的話就是剛剛有提到是 就是針對它的不同的使用情境 它可以走紅色或是藍色的部分 對 好 嗯 這邊ok嗎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再來就是 因為其實剛剛就是capOS基本上component 沒有像剛剛最早期提到的這麼簡單 它其實component有非常複雜的部分 那針對zero-downtime我們剛剛已經主要分成三大類了 就是一些就是none-background還有job那些東西 對 那我們回過頭來要看一下k8s細節的部分 就是針對k8s不同的component 你會要就是在migration的時候需要做怎樣的處理方式 首先第一個我們就是直接看跟migration最相關的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就是我們會create跟managepod的部分 就剛剛有提到deployment 然後像其他常見的replicat set啊demand set跟statful set 基本上它其實根本性質其實都是一樣是create跟managepod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處理的話 你等一下可以參考就是deployment的方式處理 對 那另外一個的話是如何access到pod 基本上其實可以分成就是簡單舉例兩個 就是service跟service monitor 對 然後它是直接會指到就是對應的pod的label 那最後一個就是剛剛提到的就是 不是持續性的就是 不是持續性的pod 基本上就是drop那一類的 對 那這三個是比較跟migration直接相關的部分 然後基本上還有另外一個是間接相關的 所謂間接相關的就是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有一些service name 它會被直接就是重新創建嘛 那重新創建的話你就需要改名字 那改名字的話它會影響到兩個部分 一個是networking跟monitor的部分是比較常見的 那networking的部分就是因為你ingress需要導到就是對應的service 所以你需要更改一下它的就是service name 那lilax monitor 因為其實monitor的時候有時候你會寫一些普羅米修士的路 那基本上寫的時候其實你也需要針對就是弱的name做一些修改 就是改成新的 那最後一個的話是比較沒有相關的 是可能比方說像全線管理的rbac或是autoscaling或是config 這三個是其實跟migration比較沒有直接相關 然後基本上就是大概針對這三個去做處理 對 然後後面介紹的步驟基本上會從 從藍色的部分去做講解就是deployment service跟ingress 還有普羅米的路去做講解 其他的話就還有job去做講解 其他的話就基本上對應的參考就可以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回過頭來看 如果要migration的話其實針對剛剛提到的 就是一次性的migration就可以完成了 其實是有這兩個component 一個是就是one time job跟background 然後另外一個是service background service 然後首先one time job跟chrome job的話 如果要migration的話其實剛剛提到就是直接改name 然後直接更新新的label就好 那background service的話基本上就是你可以update 就是label select的service在那個 在舊有的service上面 然後新的deployment就需要重新命名 然後重新上就是新的label 這樣就可以把就是整個就是舊的deployment的label 直接換掉 對 然後這是background的部分 那其實background雖然其實它其實不用更新到 就是ingress跟service 但通常建議的做法如果在可以的情況下 還是會希望你把它就是ingress跟service 同時的砍就換新 有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們在做一些更新的時候 其實剛剛有提到部分的就是 deployment的name是會被做更改的 那為了更改的一致性 有時候你可能name就直接統一後面加一個 就是slate 就是那個 就是直接加個v2之類的做區別 所以為了一致性的話 建議把舊的ingress跟service 同時直接換成新的名字 這樣比較好區別 它是那一批被換掉的 對 所以其實以background service來看的話 灰色跟藍色的部分 它都是可以執行的 對 對 好 然後再來的話是看兩階段的migration 基本上兩階段的migration的話 就是針對non-background的話 其實你就必須要保有舊的跟新的 那舊的話其實你需要在ingress裡面 多加一個older 那個older主要是為了要把就是 舊的流量導到新的流量 就是你要把前面的就是older downgrade下來 然後新的話其實就非常的單純 然後第一步就大概這樣就好了 然後下一個step的話就是直接把舊的刪掉就好了 對 好 然後大概就是兩階段的migration 然後最後一部分就提到 migration要注意的事項大概有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在 在第一階段migration的時候 你需要做的事情是recreate job 還有background service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是因為其實background service 有一些是recreate strategy deployment 那針對這個的話它意思是說 就是你這個deployment在 在這個service上面只能出現一個 因為它有時候會有一些一致性的問題 所以它其實不容許兩個deployment 都是出現 那建議的話就是把這個background關掉 對 然後再下一次就把它打開就好了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你要 第三個就是你要create新的non-background service 然後read the rate traffic 然後就剛剛提到的downgrade 然後你要確認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確認你的弱 因為其實有時候像alb那種alb就是aw上面的ingress弱 它其實限定最大量只有200個 所以你在upgrade的時候如果你要double你的弱的話 可能你的就是maximum會被炸掉 這個需要確認 然後第三的話就是確認一些普羅米的弱 或是跟internal service name相關的東西有被改到 然後最後就是第一步驟確認完以後 就是第二步驟其實就很簡單 只要把舊的service打開 然後刪掉 把舊的打開然後刪掉舊的component就好 好 然後今天的sharing大概到這裡 有人有問題嗎 好 好 有問題會後跟我 好 deployment的話主要是它是創建怕用的 就是它是會deployment 就是你可以指定那個就是label 它會針對那個label創建對應的replica set的label 它在創建對應的part label 所以它整個是一條就是一個set的 對 然後它就是創建你程式的主要的工具 那part 那個service part的話 service的label主要是它為了要把你前面的服務 統一導到就是你創建的那些part裡面 所以它算是一個是創建一個是導流量的過方式 對對對 好 有 有 好 我們謝謝那個Una 如果待會有覺得有相關議題的話 還是可以聯繫講師來去做一些討論 就是待會現下的時候 快樂 感谢观看